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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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一樣來自四面八方 告別小城故鄉 擠在都市邊上 沒有燈火輝煌 這裡擁擠空檔 只有屬於自己的那張床 每輛上下扮演徒的公交車煞 多少雙無珠的眼神四處張望 每個扛著行李箱的柔弱肩膀 多少個疲憊的靈魂堵在路上 為了一盡幻想我們開始闖蕩 為了水和陽光我們學會品牆 為了實現夢想我們以往過往 為了融入他鄉我們把鄉隱藏 閃閃門在我面前陸續觀賞 我還在尋找被我敞開的那扇窗 一個個人在我面前步入被搶 我仍在等待屬於我的小八方 窗前明月光 照亮我日子的家鄉 一時一上霜 畫出我心裏故鄉的模樣 巨頭望明月 那是我點亮千華的目光 被透似故鄉 假人在的地方 才是孤小 容生 你先放那 我跟你说句话 论岁数我比你大 说是在北京各方面资历 我也比你老 叫我一声孙哥 不过分吧 得嘞 孙哥 抱歉啊 给你们这屋子添堵了 这话就远了 对 刚才我听说你工作出问题了 容生哥 你做啥的呀 我就是个灵 灵 这灵啊 它就是什么都没有 没工作 没住处 没女人 也没了自尊和自信 对吧 孙哥 那我跟容生哥 我俩情况差不多的 咱俩不一样 你刚到北京什么都没有那是正常 我是曾经拥有过 一天之内 它没了 哎呦 我说你行了行了行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北京机会是多 可竞争也太激烈不是 就说孙铁军 拼死拼活 好歹也混成了我们公司的 业务主管 要说呢 这么招招手弄个人进来 不是个事 容生 这么着 要是实在不行了 去我那儿 我先谢谢你 我还没到实在不行的时候 我回一蒙山陪我妈种树去 登地主 取个村姑 养条狗 这叫做 门堆胖狗肥丫头 弄富山泉她有点甜 小燕 小燕 你家住哪儿啊 要不我送你吧 我们公司低票是报销的 不用了 我们不是同一个方向 再说了 我的低票公司也能报销的 这儿完了 对了 你答应我一件事 一个星期至少陪我吃一顿饭 我答应 那我先走了啊 好 拜拜 拜拜 祝愿安全啊 你到家来给我打个电话 嗯 拜拜 再见 哎呦宝贝儿 你终于回来了 嗯 我说泡牛人眼 行啊 胡一帆同志 平时看女文糟糟的 关键时刻还是很肉麻的嘛 嘿嘿嘿 那你看看你 啊 长这么多肉 多麻烦啊 减成肉麻吗 什么呀 哼 我就不信了 全世界的男人 都跟你们似的那么没眼光 只喜欢瘦子 我喜欢胖子 哦 是吗 嗯 我一定帮你告诉小燕 你不用告诉她 她最近啊正增肥呢 哦 是吗 直接找我 都不方便啊 嘿嘿嘿嘿 拜拜 拜拜 哎呦宝贝儿 你回来了 听说你喜欢胖子哦 我那事安慰她 我得安慰安慰她 你说我这么晚回来 你也不过打一电话 我这 我这容生的事吧 刚老听 我那电话哪给摔坏了 又修好了 哎容生真住这儿了 嗯 得 我那儿住一虎一飞 你那儿住一赵荣生 等一飞回来 咱们这儿天天就有好戏看 你放心吧 我收拾他们没问题 我还想收拾你呢 那当然了 我那儿收拾他们 你呀就收拾我 你还是老大 哎 一飞 要不咱俩进城租一房子 租房子 嗯 能天天住一会儿啊 可是要是租一房呢 你每个月啊 得付特别多的房子 那我也愿意 我觉得吧 还是这样好 咱们把这钱呢留下来 然后呢 一次幸福一首付 就全齐活了 嗯 你也是啊 哎对了 那三千块钱 你存卡里了吗 我存了 好 把卡给我 我看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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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半夜三更五睡觉 在这儿找什么呢 我又丢一样东西 什么丢了 我日记本 哦 那不喝日记本丢就丢了 你魂没丢就成了 那里头记载着我的魂呢 我还是那句话 没什么不能重重看使的 重新重我重新练爱 重新记你那魄儿记 什么叫魄儿记 哎 亭儿 你重新把我那个电脑修好 我好重新做简历 是不是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我只不过是想看看你 找一下你主人的线索 好 二零零四年 九一二十五日 我和所有打算扎根北京的毕业生一样 走出了校门 那一刻 我的一切 要从零开始了 那天 我踢着行李和理想涌进了上井村 把自己的身体放在了一个月三百块钱的上空 而我的心 却激荡在北京的上空 十月一日 晴 全国人民都在欢度国庆的时候 而我发出了第一百张简历 我突然发现 第一张简历是为了生活的理想而分断 到了第一百张的时候 是为了生存 北京的地面 时时刻刻都在动车 车里的人们 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 那我也在其中拥挤着 没有鱼不渴望遨游大海 也没有人不渴望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 车到这 迎接我的是一份好的工作 好的未来 一周七天没有休息日 晚上什么时候最后一拨客人走了 就算下班 工钱按天算 包吃 一天二十块钱 行 钟 还有一点 要提前给你们说清楚 原来在我这儿洗碗工回家探亲去 所以呢 不用你们 就算是临时的 什么时候他回来 你们还在走 不是 你这儿就干几天哪 那你不是找刷完的 你这儿在刷人 你 老方 安乐一个 那刚才我说的条件你都答应了 走 那咱们先说好了 今天算使用期不给工钱 这工钱呢从明天开始算 走 那你就直接上岗吧 可走嘞 你还有什么事啊 干活去啊 谋吃走饭嘞 不是管饭吗 吃谋饭赶活的更走嘞 我 您不会嫌这烟刺吧 我给你点上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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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啊 之前你编各种旅游出去跑私活 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回倒好啊 玩失踪啊 连手机都不接 你好赖也是大笔的维修工啊 想干不想干了 我想干我当然想干了 我这就是情况特殊 纯属情况特殊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特殊啊 我弟弟把人家给修理了 让派出所给逮了 我得把他捞出来啊 我又赔吃又赔喝 我还得赔钱赔礼 我把手机搭里边了 你说我容易吗我 听着是不容易 人家姑娘三赔 你这四赔了 那您看 您这回别算我旷工了 你这一 你 行 最后一次啊 下不为例 您看看能不能 把我这下月工资先预支给我 我把下月工资预支给你 然后你再出去接私活 你这小算盘打得太精了 您看我什么时候耽误过咱们这 这事啊 哪次您给我打电话 我不是招着急来来之能战啊 你们不能因为我这就 出特殊情况 就把我以前那都抹杀了呀 这样 你要真缺钱的话 我这可以先云姐上单子啊 你出去偷偷干 能挣个点算一算 那真是太好了 我这得怎么感谢你啊 怎么感谢我 你这有技术 我这有订单 你说怎么感谢 您的意思是说 我抽这个数 怎么样 成交 对了 抓紧时间弄一手机啊 别回头有话我联系不上去 好 您好 选手机吗 嗯 您看一下这款手机怎么样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华盖手机 一千六百万像素 六十四核旋 而且现在我们还有活动 送一张8G的内存卡 我是给我男朋友买的 给男朋友选啊 那您看一下这两款手机吧 这款手机呢 是双卡双待手机 4.3英字的大屏幕 同样这款手机呢 通话时间还特别长 像您的话 六十个小时都会没问题的 待机 这个多少钱 您拿的这款手机呢 是六千八百八十元 那像这款呢 可能稍微贵了一点 这款手机的话呢 要贵个几百块 是她的升级吧 送男朋友嘛 选一个体面点的 拿出去也有面子呀 这面子有点贵了 那你想要买一个 什么价位的呀 嗯 有没有实惠一点 不用带那么多 花里胡哨的功能 只要能打电话 发信息就成 特价那边 刷卡 余额不足 不可能 弄错了吧 那您试一下吧 取消品质交易了 输箱密码 抱歉 还是余额不足 不应该呀 你身上带不带现金 要不给你换张卡试试 我一翻 哎呦 还想着人家呢 不是想 是恨 人家现在都已经 喝上外国的水了 你还恨人家 跌倒了再爬起来 是需要动力的 要不然这样 您先喝点水 哎 当人身感到不顺的时候 多喝点水 浑身上下就全都顺 是外国的吗 不是啊 不喝 我渴死你了 要不然啊 你跟我学炒骨酥啊 特别人 你不要小瞧这些小方块 和红红绿绿的K线 这里面蕴含着 丰富的人生道理 不是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跟你说呢 这人生啊 就好比股市 有时候长 有时候爹 不是说 你现在想牛呢 你就能牛 你现在熊呢 也不代表你永远就熊 爱情呢 亦然呢 而且现在的姑娘啊 不是全盯着那些创业板吗 很少有人 再拿青春这种 不可再生的资源 去压潜力股了 那你那意思就是 你有姑娘 你就是创业板 我没空见我就是欠的 也不是那个 就是这意思 你太有无限了 我去不去哪 郭亦凡 得 水果人来了 郭亦凡 老婆 你今儿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我问你 这卡里的钱上哪儿去了 不是 你听我给你解啊 不用解释 这卡里的钱 加上上次你在我们公司 挣的那三千块钱外块 加起来有六千块钱 上哪儿去了 要不你先喝点水 抓 你跟我说呀 钱我花了 不是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来解释 我把人给打了 胡亦凡拿着他卡里的三千块钱 和手机帮我把事给拼了 接着我搬到唐家岭 他又拿一千五百块钱 帮我交了枯卫费 亦凡手机你拿着 反正我一个失业失恋的人 拿着他也是浪费的 对吧 不是你干嘛呀 你还永远找不着工作了 你发出去那么多份简历 留着都是这电话号码 这是给你的 借条拿好了 也瞧好了 别难为一帆 欠你们的钱我一分不差 连本带利我都会还给你 我想到一帆把这些钱花在你身上了 因为他是一个那么扣着自己 宁愿多走两站路 也不愿意倒地铁的人 就算是给他六千块钱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花 我生气的是 他瞒着我 把我当了外人 我媳妇 你给我闭嘴 账上 你以为你欠一帆的就是钱吗 你欠他的事情 是他对你的一份心 所以 这戒条 我不认 那这钱可就 是 我认钱 我也一直反对一帆买股票 但是今天 我决定和他一起花这六千块钱 买你这支潜力股 记着 如果你有涨停的那一天 可就不止六千块了 老婆 你闭嘴 你这些太好了 看不看着我 根本就没上过去 还给我买一手机呢 你别生气啊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 这么好多媳妇 你让我上哪儿上过去 你 没事你没事 我叫上去就让你赌 我错 错哪儿了 我错在没跟你商量 擅自挪用了小金库 数额巨大 兴致严重 回答错误 我是心疼你 你肩膀上扛着我 我的家人 还有你的弟弟妹妹 我知道你希望他们好 可你自己呢 你以为别人冲你拱红手 你真的就是上帝啊 我不是上帝 我是泥菩萨 可这泥菩萨也是菩萨呀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啊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要是不理解 咱俩好不了七年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上街了 我一直都想做一个 能为你挡风遮雨的男人 我觉着我能够扛起全世界 可是我后来发现 你扛着我呢 傻瓜 你是我的上帝啊 老公 谢谢你 真行 我不让你写一条改记账了 有这必要吗 这我不能做得心里糊涂的 不管欠的是钱还是情意 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 我得 我得心里有数啊 好 难怪一事留 这怎么回事 睡觉的时候还学术术啊 大伙今天找了一个临时工 给餐厅洗盘子刷碗 洗了三百多半 这小子还真行 这么快就成了工工 你猜 今天赚了多少钱 二十多个钱 你是没敢见他拿到那二十多个钱 有多高兴 我还真不明白了 这就是一份工作 给人家带来的自信和满足 所以说赵中生同志 无论靠机贵钱 找份工作先 不 我承认我不能一步登天 但我也绝不能沉底 不沉底 那你得沉得住气啊 你不是总觉得人家张小燕 没有学历吗 可是人家有的是定力 人家有的是阅历 什么叫定力啊 就是能沉得住气 这什么事儿 这心里边都清清楚楚的 就凭这一点我就喜欢 对了 你们俩和好了 你们俩不吵了 家本就没事儿 我心里边想什么的全知道了 不 我必须得检讨啊 我承认 自到我知道你跟张燕二 你们俩在一起之后 我就没正眼瞧过他 我总总着 你说你是 好歹是一个大学生 他就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大工妹 跟你在一块儿 你亏了 可他 他今天扎扎实实地跟我上了一节课 不是真的 你这是夸他吗 对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高兴 这话要是从我妈嘴里说出来 我就更高兴 不是怎么的你妈还不同意啊 不同 不过还好 山高皇帝远 我可以两头都瞒着 我觉着啊 不管怎么样 你也不能抛弃张小燕 我突然之间我很羡慕你 你说一个女人能做到不离不弃 同甘共苦 值了 真的 那我觉得张小燕今天对你的投资也值了 一码归一码啊 欠债还钱天经利益 我这钱我早晚还 那还长胸如腹呢 虽然咱们俩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咱俩公用一跌 那怎么的 这比张燕固一通话 他可是你亲人 他这么多年他投资的是你 这支钱利股啊 别忘了 来来来来 那个小疯子要是回北京这些事可千万别告诉他 千万 你别小疯子小疯子 虎一飞那是正经八百跟你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妹妹 我随我妈她随虎木槿啊 那怎么说她都是俩品种 那就得说美凤阿姨了 人家美凤阿姨能一个坑一棵树子把荒山变成大果园 能从一个农村的妇女变成村里头号的女企业家 你能吗 我能啊 你能什么你能 脚踏实地这一点 我随美凤阿姨 不是你等会儿啊 这句话要是让这个你妈听见了 我觉得这个后果会不堪设想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喂 西班 我才不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可还是有点好心 这找工作呢 现在我们找你标准决定了 你这标准高呢 速度就会慢一点 就跟我修电器是一个道理 你放心吧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你忙你的吧 我今儿浪费我简历去 浪费没关系啊 你别报废了又长 这马上就在中午吃饭时间了 兜里给你放了二百块钱 你买点好吃的 别委屈自己 走啊 小夏总 我是个挑起来 反反扶出板 麻烦你这么多次 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就算您现在说 这车我不要了 我还是会叫着跟你说 没关系 就中你这微笑了 我也绝不反悔 您慢走 好 瞧他那样 卖车还是没笑啊 现在卖车可真是不容易啊 你们笑什么呢 我们夸你呢 楚楚 够厉害的呀 这客户冲着销售买车 少见啊 今天有没有人来找一本 咖啡色的日记本 没有 没有 小燕 你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啊 你怎么突然要跟我一起吃饭啊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事 我在听呢 是有点事找你 晚上见面再说吧 你想吃什么 我请你 别乱花钱了 到我家吃吧 那好吧 你把地址发给我 咱们一会儿见 再见 行 我发给你啊 你二位来了 来 里边请 好 这边 我发给你啊 我发给他 你二二八七怎么办呢 这 我发给你 借个虫 走 大宝 给我抓点瓢虫去 找瓢虫闻上 这瓢虫啊 专吃这杰克虫 比农药都好使 纯天然 无污染 哥 你那咋对花头央制啥的 它震动了 我在农业大学念的就是这专业 想能这样人才 赶腿里妈就能当到层管 别跟我提这个 我上农业大学 那纯属是个误会 要不是我妈非匹首上 能耽误我这么好的一个苗子 不算那苗子 就是找不着工作 我是在物色工作 这个物色工作和找工作 它有本质的区别 你不懂 哥 我来啥个物色工作 高不成低不就呗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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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妆卷积作报 我本相亲像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张诺盛 你这状态不太对吧 眼下流行那个 抑郁症 我看你快了 放心 哥们这点挫折 撑得过去 还是那句话 要是实在不行了呢 孙哥我抄你一把 好歹我也是我们公司的 部门主管 谢谢您嘞 不用 主手的鸭子就剩下嘴硬 不是谁是鸭子 不就是个部门主管吗 轮得着你跟我这嘴硬吗 部门主管 有本事你也部门一个给我们瞧瞧 就你还大学毕业呢 连工作都找不着 我跟你不一样 是不一样 我当初找工作那会儿 可没这么挑三拣四的 什么活不是人干的呀 就你 要不是你哥帮着 早喝西北风呢 早喝西北风呢 怎么着 还想动手 动手怎么着 老师 干嘛呢你 这是聊聊天不行吗 聊什么天啊 虎一帆 当初赵荣生住这儿 我冲你的面子我没多说什么 今儿我还冲你的面子 我我我我我忍了 他有句话我都给你撂着 叫你的弟弟 早晚给你惹祸 不是我告诉你啊 就这行李军 在你面前哥们长哥们短的 他心里头阴暗着呢 不就是个部门主管吗 轮道超他在我这儿 什么指手画脚要我喝料的吗 他就是个部门主席 我该灭他我一样灭他 冒完了 没 你那点尊严全挡自己嘴上 和拳头上了 有什么用啊 我要飞了更高 飞了更高 吃方拳气风波 还只信呢 北京城这么大啊 能容下我的 就这么点大啊 那是因为你心太小了呀 你这西兄一到 你这全北京城 就全是你了 你看我们大家 这家伙儿啊 都飘在北京 住在同一个宿舍里 低头无间抬头见 也算是同门生活吧 相见何在即啊 去给铁君道个歉 我不去 你小的这心思啊 我特别难为 可是光我理解你有什么用 你不得不承认 孙铁君现在在工作上 做得很成功 所以有一些话呢 他有这个资格说 你不用赔 龙生啊 你自尊心强 可是你得记住 你就是拳头再硬 自尊心再强 你现在没工作 就得是趴在地上 没有人会尊重你 没有人 你需要找一个工作 让自己重新地振作去 我用不着重新振作 我压根就没趴下 我只是有点着急 有点失望 但我很清楚地知道 我自己的方向 我宁愿艰难地抬起头 我向上望 我也绝不为了混口饭吃 我刷盘子洗碗去 你们管这叫做 高不成低不就 对吧 但我管这叫沉底 还是那句话 你得沉沉住气 我还要一百张简历 北京 听好了 我最后跟你赌一回 要是实在不行呢 就去铁军的公司看看 你打住啊 这事没上来 不是 你是不是认为我会输啊 这跟输赢没有关系 谁没理想啊 这全北京城里塞满理想 可是我问你 把理想放到现实生活里是什么 就是让你仔细地 理智地想一想 你想想你现在的境遇 想想你眼前的事 你现在需要一份工作 你要没工作你整个生存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过程 没有什么好丢人的 这很正常 我不管那叫奋斗 叫战斗 为了我的理想和尊严而战 所以 我绝不会搭了个脑袋 我瞅着我自己的脚尖 我往前走 那样的话 我还不如回宜萌山重数据呢我 那都是跟张晓燕有一点挺像的 全都是战士 他自个儿呢 全副武装 然后呢 想象各种各样的堡垒 想方设法地 去把它给攻克了 好 找我有事吗 有几份文件 需要您签字 小雅 上次鸿图公司的那个单子有消息了吗 他们老总出差去了 等他回来我马上跟进 不用了 你把客户资料转交给孙俏吧 这个单子让他来跟进 孙俏 你手头上的这几个单子可都是大买卖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田总 我是你一手栽培出来的 这你还不放心吗 如果你能搞定这几个大客户 签下订单 业务部主管的位子就是你的了 机会就是这样 你不接着 自然有人接着 我接 这可是应酬和伺候人的活 没问题 只要交给我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带九个怀 还有一个人让爱姐妹们站出来 就算天天 这怎么还把自己画哭了呢 睫毛膏掉眼睛了 这不是高手犯的错误啊 我画这么浓的妆 还不知道该哭的是谁呢 你 你少说两句不行嘛 这怎么了 别动别动 太漂亮了这一声 快让我好好欣赏欣赏 虽然我一直坚信 这个世界上肯定有男人喜欢胖女孩 忽然间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就是你们这副女孩当道 副女孩当道 副女孩当道 好了好了好了 我现在出去了 晚上今天跟我聊聊聊 放心吧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嗯 等会儿回来 等会儿回来啊 什么应酬啊 简直就是去卖笑 我还不睡啊 张燕没回来啊 她最近公司特别慌了 闻点儿好 我跟你说一个女孩 整天到晚她在外边呢 不是我这人说话 真是还没别的意思 知道你小伙子想说的 我跟小燕在一块儿就俩字 信不信 你跟小燕在一块儿就俩字 我跟小燕在一块儿 快七年了吧 时间快真快 是啊 我太快了 想当初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我呢大学刚毕业一穷二白的 她呢也从农村刚进城 什么都没有 我不嫌弃她她也不嫌弃我 情投意合 我吧 就觉得你太为她了 你说你要不是因为她 你能去电气城当个维修工吗 对吧 我承认在电气城当维修工 确实是为了赚钱 可是你得这么想 两个人在一块儿出朋友 住过了七年 太不容易了 而且一个女孩子 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全给我 我也得对人家仗义 这话我还听 不过现在 有几个人跟小燕爱情 是吗 我就不行 是吗 那我看你工作没着落 这女生宿舍的你同志 真是不少啊 我很赞 成了我们家小燕爱差不多了 我走了 慢点上走 来 不行了不行了 我真不能再喝了 天总 你可是出了名的千杯不醉 对呀 怎么今天就这么点亮 不是谁说的 我是真不能喝 你是不是瞎子咱们这个酒 不够档次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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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杯酒呢 我替田总喝了 不是怎么样 田总是田总 你是你 这可不能一个喝法 不带你这样欺负女人的好不好 在酒桌上啊 要真是能遇上一个能喝的女人 那一般的男人不是对手呢 好吧 您说该怎么喝就怎么喝 不过这一杯 我先敬大家 能和大家在一张桌上吃饭呢 是我的荣幸 也是一种缘分 我希望我们呢 以后能合作愉快 这一杯 我先干为敬了 有有有 好 张向佑姐 好酒量啊 好 张向佑姐 酒量真是好大 还行吗 有没有我开车送张向佑一程 不用不用 我送 正好顺路啊 那我走了走 那我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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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 不用了 我男朋友开车来接我 啊 停车 我要吐 都吐出来 都吐出来就舒服了 别动别动 没事吧 没事吧 美灰飞的喝这么多吗 我想喝了 我也不想喝 但是不喝 我的姐妹俩喝完头了 你们这不都是正经事吗 我就不明白正经事 上班时候不能办 非得下班时候 喝高了喝成这样才能办 这又不是我定的规矩 喝一杯 合同上加一钱 再喝一杯 合同上再加一钱 不换你 不换你你喝啊 不喝我了 不 我头好疼 我好难受 下次打死我打死我 还不喝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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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是我也不想喝酒 喝的时候高兴 可现在可真难受 我 我就是不服这口气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瞧不起 我好累 我 没事了 要是真觉得累的话 就不干了 我养了你 你傻呀 我不能半途而退 走 咱们回家睡觉 明天早起 早起 明天大周六 找了机会就行 我们明天去看房 看房 我 中文字幕录音乐 总有人用同情的眼光 看你看我 疑惑为什么会有人甘愿过 这样的生活 为了所谓的梦想继续追逐错夺 拼命激进这城市的小小角落 总有人用可怜的词汇将你说我 他们要把我们的生活写成诗歌 用尽全部的激情抵挡成河 却把人生带进这城市的沙漠 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愿意在相互取暖中 体会悲欢离合 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愿意在拥堵的人海中 感受苦中作乐 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愿意用卑微的前程 穿越前世的窘迫 为什么 这不该算什么 我们愿意在拥堵的人海中 感受苦中作乐 我们愿意在拥堵的人海中